首先要告诉您高雄小将在体育方面又有杰出的表现 凤山区中校国中的棒球队获得高雄市利德杯全国青少棒锦标赛的冠军 而三名国中体育班学生黄玉如也获得空手道钢柔会世界锦标赛的冠军 两校选手将冠军奖杯献给市长陈菊 也和全体市民一起分享荣耀 中校国中棒球队的学生在校长和教练的带领之下 将奖杯献给市长陈菊 市长陈菊也制赠选手奖励金 加冕中校国中传承高雄少棒精神缔造夹击 高雄市利德杯全国青少棒锦标赛是为了纪念利德少棒队而举办的赛事 中校国中棒球队在9月30号举办的第四届比赛中 在来自15个县市32支国中竞旅中一路过关斩将 终于第一次将冠军荣耀留在高雄 因为这个比赛是我们高雄市自己举办的 从第一届到第四届都还没有拿过 小朋友蛮争气的他们蛮努力的 然后大家都想办法把这个奖杯留在高雄市 特将此殊荣献给市长及全体市民 另外三名国中体育班学生黄玉如在市长的陪同之下 将空手道冠军奖牌献给市长陈局 黄玉如是在9月底前往加拿大参加空手道 钢楼会世界锦标赛 在23国532名参赛选手中展现精湛实力 于是4到15岁组女子个人对打赛中夺下冠军 像别的县市或别的国家的 都会遇到比较高或比较强大都会比较怕 当然他对自己要求也很高 所以在练习方面他会比任何其他选手 还要来得更有更努力 然后练习也更要求自己 所以他可以让他今年可以拿到金牌这样子 高雄市棒球重镇 这次中校国中棒球队得冠表现亮眼 对高雄市别具异议 三名国中的黄玉如在空手道中 赢得冠军为国争光 市府交易局也将持续为基层体育挹注能量 中校国中棒球队赞赞赞赞 港督新闻张世民赞昌邦采访报道 OK 感谢观看